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民学乒乓器材篇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乒乓网炫彩乒乓球专业运动袜 那么为什么要推出这款袜子呢 因为我觉得在乒乓球运动当中 袜子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很多人忽视了 一双好的袜子呢 可以使你的双脚跑动更加的灵活 在你发力的时候呢 自动更加明显 然后呢也可以更好的保护你的脚踝脚掌 免于受伤 因为我们知道在乒乓球运动当中 如果说你的脚掌或脚踝 特别是脚踝的位置 如果说有这个损伤的话呢 它是不可利的 基本上是很难恢复的 我们看到很多专业运动员都是有各种伤痛 那好了 我们在讲我们乒乓网的炫踩的专业运动袜之前呢 先给大家看一下市面上的几款袜子 这款呢就是大家见的比较多的这种 有点像湿袜一样的 是吧 很薄 很薄 确实这个袜子呢 穿起来很透气 也很舒服 一般就是我们穿这种什么皮鞋 会穿这种薄的这种湿袜 但是呢 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就是打滑 如果说我们穿在 穿这个袜子去打乒乓球的话呢 它不但起不到这个保护作用 保护作用就不谈了 它还会一定程度上面存在隐患 你看这种袜子 比如说穿在脚上的话 它非常的滑 非常滑 那你可能在跑动的过程当中 你脚下呢 就没有办法进行这个着力 脚下呢 有时候跑动 滑动的时候呢 就会打滑 大家应该有这个感受吧 穿这种袜子的时候 脚掌这个位置会打滑 这种湿袜 打滑呢 你可能稍微一跑动 特别侧向跑动 或侧身跑动的时候 如果步幅比较大 一跑的时候 这里一打滑 整个脚往后 往后 或者是往侧面一拐的话呢 可能会造成瘤伤 这个是很严重的 所以这种袜子是绝对不能 拿来这个打乒乓球的时候穿的 绝对不行 赶紧扔掉 那还有一种袜子呢 就是这种普通的 可以叫棉袜也好 普通的这种休闲袜也好 这种袜子呢 可能也很便宜 一般就是街边 可能十块钱五双 十块钱八双的这种 它的 可能好一点的 会用棉的 但纯棉的这种 就用的很少 纯棉的这种袜子也很贵 一般的就是那种 叫什么迪伦的 或者是那种纤维的 或者那种化学的 那种纤维成分做的 那这种袜子可能对你的脚呢 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穿那种化学纤维的袜子呢 长期可能会导致这个脚上 吸收了化学成分 可能产生灰指甲之类的 这种病变的 不太好 比如说它如果是纯棉的 纯棉的呢 我们把它翻过来看的话 就算它是纯棉的 它也起不到保护脚掌的作用 你看这种袜子 脚底没有做任何的 加厚的处理 对吧 这种袜子一般你就是出去玩 穿旅游鞋的时候穿一下还可以 但打乒乓球穿这种袜子呢 不太好 一个是不够透气 你看它没有做什么透气孔的设计 就仅仅就这个位置 是吧 有点透气孔 这种袜子穿完了以后呢 容易凑脚 它也起不到这种保护啊 或者你在移动的时候啊 它也起不到这种加持的作用 这是一般的这种 一般的袜子 还有一种呢 就是所谓的这种运动袜 网上有卖这种25块一双 35块一双 甚至更贵的 这种袜子呢 你看啊 它其实就两个部位 加厚了一点点 而这个厚度很薄 一个是脚跟 再一个是我们的脚前掌 这个位置 我们翻过来看 这个袜子也很薄 它基本上就是像这种 所谓的纯棉袜 然后这个位置加了一点点 加厚了一点点 前面加厚了一点点而已 那这种前后加 这么一点点的话呢 它起不到什么 很大的护脚的作用 只说脚后跟 你稍微的着地的时候 有一点点啊 这个摩擦力 稍微能够增强一点 那脚前掌稍微的 有一点点这个啊 保护的作用 但是基本上意义不大 因为我们知道 乒乓球的运动 和其他运动还不一样 它是整个脚掌 在地面上要摩擦 横向 侧向 纵向 对吧 前后左右 都要移动 所以你只是后脚跟 这么一点点 它根本包不住 你的脚后跟 根本包不住 我们把它 放在这个鞋膜里面 大家看一下 把它套进去 大家看一下啊 你看这种袜子的话 你看脚后跟的这个部位 基本上这里没有保护到 这以上的位置 这里就没有保护到了 这里也没有保护到 仅仅就是脚后跟的 这个地方 而且如果你跑动的时候 你看这里会有摩擦 摩擦过来以后 这个位置就没用了 对吧 然后脚前掌也是一样 仅仅就是 几个脚指头被保护了 但是你整个脚前掌 是没有护到的 所以你跑的时候 一样 你脚前掌在 跑动的时候 有时候会踮起来嘛 发力的时候 蹬转的时候 那这个位置就没有保护到 这一块就没有保护到 这是所谓的这种 叫什么运动袜 好 我先放在这吧 这个袜子我先放在这 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乒乓网的袜子 你从正面看的话 其实你也看不出什么 感觉差不多放在一起 是吧 感觉差不多 但其实呢 完全不一样 我先把这拉开 看起来 这感觉好像差不多一样 对吧 但其实完全不一样 首先拉伸度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袜子 拉伸度是非常高的 而这个袜子呢 拉到这里 基本上就不行了 你看我们的袜子 可以拉得很开 弹性非常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袜子的透气设计 它整个袜子 全部采用透气孔的设计 看到这上面没有 这里全部都是透气孔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穿我们的袜子会凑脚 这个不存在 很透气 好 我们把它翻过来看一下 我们拿这个袜子来对比吧 这个所谓的加厚的袜子 然后把我们的袜子翻过来 这个放这里 把我们的袜子翻过来 注意看 你看啊 它只是前面和后面加厚 对吧 而我们的这个袜子呢 整个底部都是加厚的 一直从这里 从这边 一直到下面 你看 这么大一块 这么大一块 一直到上面 全部都是加厚的 这个厚度呢 和毛巾的厚度 基本上是一样的 而且是完全百分之百的 纯棉的材质 百分之百的纯棉 所以很舒服 那这种纯棉呢 其实穿起来是非常的合脚 因为我们这个拉伸性很好 但是它有个问题 就纯棉的话 大家注意看啊 你买的袜子 如果说一般它不是纯棉的 可能是什么低伦的呀 什么什么纤维的呀 它就不会起毛 不会起球 像这种纯棉的袜子呢 你穿一段时间以后呢 它会有这种小蓄球 像棉花的这种 一坨一坨的那种小的 那这种袜子才是纯棉的 那种纤维呢 它是不可能起 不可能起这种小的棉球的 这是我们区分 这种纯棉袜 和一般的这种普通的 纤维的这种袜子 一个区别 好 我把我们的袜子 套在这个鞋膜上面 大家再来仔细看一下 好 我们套在了这个鞋膜上面 注意看啊 这个 你看啊 这边的整个的脚底的部分 这上面不说了 这脚底是双层加护的 从这个位置 从我们的脚后跟上半部分这里 一直到我们的啊 脚底 脚底板 这个脚后跟脚底板 一直到我们的脚前掌 可以说是全覆盖的加厚 全覆盖的加厚 而且这双侧的这个厚度 可以看到一直到上面 延伸到上面来了 这是很少有运动袜 或者很少有袜子 能做成这样的 那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当我们 侧向移动的时候 跑动 侧向移动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脚会有点撇 对吧 你在侧滑步的时候 会有点这样撇 那这样撇的时候呢 由于这个脚底两侧啊 整个脚底加厚了以后 它的摩擦力 摩擦系数会比较大 它就不容易造成扭伤 然后再来说这个脚前掌 因为脚前掌 它不光是脚趾加厚的形象 它整个脚掌 这个底盘都加厚了以后呢 你在蹬地的时候 我们经常要蹬转嘛 这样蹬转 蹬转的时候呢 这个摩擦力就会比较大 比较容易蹬地发力 不会打滑 不会村众打滑的这种情况 然后脚后跟 脚后跟为什么也要加厚呢 一直到上面来都要加厚呢 大家知道发球的时候啊 还有有时候这种发力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蹬脚 跺脚 对吧 有时候脚后跟会跺脚 跺脚的时候呢 就如果说下面太薄 没有一个缓冲的话 直接跺下来 没有一个缓冲的话 脚后跟很容易受伤 会很痛 大家练发球的时候 会有这个感觉 你经常跺脚不停地跺 脚后跟会非常的痛 那么穿了我们的这个 炫踩的专业运动袜以后呢 可以很好的起步到 那么穿了我们乒乓网的这个 炫踩的专业运动袜以后呢 可以很好的起到护脚的作用 不单是保护了我们的脚掌 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跑动当中 更加的灵活发力的时候 灯转的时候 这个发力会更好 更加的帮助我们进行 这个自动的发力 所以你在打乒乓球比赛的时候啊 一定要穿一双专业的运动袜 如果说你穿像这种 不专业的袜子啊 像特别这种丝袜 千万别穿 一旦脚受伤的话 你可能你下半辈子 就没法打球了 这个影响特别大 那当然除了袜子以外呢 乒乓球鞋的作用也是很大的 后续呢 我们会推出乒乓网的这种 专业的乒乓球运动鞋 就是针对乒乓球运动而设计的 那么它也是在侧向保护啊 在这个透气方面啊 包括这个脚掌的这个贴合度啊 包括近摩擦力 在蹬地移动的时候 和地面的这个近摩擦力的 这个调控方面啊 这个鞋磨的和鞋掌的 就是鞋的这个模具 和我们脚型的这个贴合度啊 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好 这是我们乒乓网的炫彩运动袜 那么呢 一共目前是提供了四个颜色 橙 红 这两个也是有区别啊 这是橙色 这是红色 然后蓝色 还有黑色 啊 这四种颜色呢 大家都可以自由的选购 我建议大家就是买四双吧 四双可以换着穿 换着穿会比较好 那袜子呢 其实也是有寿命的 就一般的袜子 可能穿三四个月 就基本上报废了 当我们的运动袜呢 做工是非常不错的啊 我们的这个拉伸性特别好 然后呢 在洗涤的过程当中 洗涤的过程当中 也不会容易造成这种 什么掉色的问题啊 什么这种脱线啊 什么坏的问题啊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袜子 你穿个半年到一年左右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好的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也有乒乓球方面的技术问题 请打开微信 扫描右侧二维码 关注乒乓网 进行提问 感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